新的消息是今天开始到29号 立法院召开临时会 最近呢一直争议不断的 这个一例一休的政策 今天上午首度的在立法院闯关 而一早呢公斗团体聚集在院外来抗议 要求民进党撤案 那么已经发生过冲突了 马上连线给记者邵玉敏 带我们来关心玉敏 好的 带您来关心 今天在立法委员会这边 就是未还的最新状况 而今天稍早的时候 时代力量他们是五席的立委 在七点二十分就冲到了立法院 得未还委员会大战的主席 他要求零零分委员来开会 稍早的时候还爆发了一阵推积 我们先带您来看一下稍早这段画面 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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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 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 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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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这个时代力量的委员黄国昌 一直在呼吁自己的同党立委 徐永明不要跟国民党的立委 起冲突 而因为会起冲突的原因 就是因为刚刚时代力量的立委 徐永明呢 他一直在喊着 就是牵托了国民党的党产 把这一次的整个一粒一收 等于说焦点模糊掉了 甚至还指着这些国民党的立委说他们是吃党产的寄生虫 所以两方爆发了一阵口角之后 还有一些肢体的冲突 主要就是为了抢麦克风 而由于今天这个林淑芬张伟 他本身请假落跑 没有来开会 那原本是要 这个民进党他们是要求说 由自己的同党立委 吴玉琴来代为主持 来代打 但其他党团的都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后来又爆发了一阵的口角 像是这个时代力量的林昌多委员 他就自己一个人舌战了国民党的立委 来听一下他们稍早的片段 那你来 为什么是你先开始 我们在这里等开会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开会 所有的这些官员也在这里等开会 全部都在这里等开会 我没有要讲 我在这里等开会 你没有要讲你闭嘴你坐下 为什么我闭嘴 你们不要在这边作秀 我已经从头到尾都不讲话 因为我不想被用回在作秀 你如果要讲 开你自己的计划会 你拿这么一段话再讲 你到任何地方去 你到任何地方也在讲 你到任何地方去 我们在等开会 我们在等会 那你现在是开什么会 我 我 我刚才看到的是时代力量的立委 林昌多一个人舌战的国民党的立委 从王玉敏站到了李燕秀 现在连李燕秀都站了起来 之后还有这个陈一鸣委员 所以等于是林昌多一个人舌战蓝营的立委 而这一段呢 吵架大约长达了有四到五分钟左右 他们主要就是为了争执说 今天的会议还没有开成谁都不能上台发言 但由于今天这个招伟林熊分 他就是请假了 而现在呢 其实其他的党团他们都不接受 由另外一位吴日秦委员来当招伟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今天已经会议进行的一个钟头 等于都是空转了一个小时 甚至是不断地都有冲突在爆发 以上这是目前我们来自国会现场 所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